他的左眼皮跳了一天 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还没等话说完 果然就应验了 原来自从制毒以来 警方就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周边各个市区都发现了毒品迹象 可唯独是广宁这里十分安静 起初警方以为贩毒地并不在广宁 刚要准备去外地排查时 女警却突然说道 兔子不是窝边草 这现在三平 黄宗伟既制毒又贩毒 结果让他吃了很大的亏 这同样的错误 他肯定不会犯第二次 这次我们在丰海发现他的病毒 恰恰说明了他肯定不在丰海 你是说他主动放弃广宁这块小市场 以广宁为制毒中心 辐射划难 我猜测他和本地毒贩已经联系上了 并且对方有非常隐秘的庇护所 以及复杂 缜密的贩毒渠道 女警的话 简直是衬托出了其他人的无脑 在一通分析后 众人也是很快确定方向 要以广宁地区展开详细排查 既然毒贩不易抓到 那就从进货的原材料入手 看看能不能发现新的动向 可你还别说 女警分析的确实没错 经过多处走访调查 发现很多企业的原材料 尤其是化学材料本炳铜 从今年开始就被大量采购 都快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而本炳铜又是制毒原料之一 说不定顺着路线排查 很快就能发现老黄的窝点 然而可惜的是 这么简单的问题 老黄又怎么可能想不到呢 你想啊 我们的产量那么大 原材料又都是在本地采购 不危险吗 我在采购原材料的时候 分了两个弯 一拐这里 第一道防线 阿龙把原材料拿回来以后 到岩浆各个村一方 找一些老师农民给他们点钱 帮我们保管原材料 等我们的大船来了以后 这不是要卸货吗 顺便把货 原材料装到火船上 这么一来 你说的警察 上哪找啊 高 或许是天算不如人算 老黄的计划确实周密 但奈何手下人不给力啊 顺着本炳同这个调查方向 女警发现了几辆运输车 还专门是在晚上进行运输 为了查清真相 她就这么换上衣服 像开挂般大摇大摆地进了窝点 女警假装成员工 愣是干了一晚上都没被发现 等对方临走时 这才找机会汇报给了同事们 很快 同事们顺着路线排查 不仅找到了渔船上的窝点 还成功发现了老黄的藏身之地 听到消息的陈老板也懵了 看来想要活命 就不得不赶紧逃离广迷 只是怎么逃呢 陈老板渐渐看向两名手下说 需要你们的事儿到 每人八十八万 能存到你们父母的账户吗 替我拦住警察 放心吧 陈老板多年的仗义 也在这一刻得到了体现 两名手下二话不说 冒死就和警方对峙了起来 仅仅才刚交手 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就立马体现 小弟们被打得步步后退 一个死在了追击路上 一个是再也没了去路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老黄也好不到哪去 由于人数众多 出不了多久 很快就会被警方的快艇追上 而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杀人减重了 收开 唱歌什么意思 先把枪放下 哥 把枪放下 阿昌对我们这么好 你拿枪对着他 为了一个女人 好